离开台湾到异国他乡工作之后 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 面对自己 嗨 我是Wendy 我是一位从台湾来新加坡的幼教师 这个频道会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 以及我这一路上的成长故事 离开台湾到异国他乡工作之后 我成长改变很多 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 面对自己 当一个人的时候 不再害怕孤单 学会欣赏孤独的美 这也是我来新加坡之后 自我成长的一部分 曾经阅读过一篇文章 里头提起 孤独是分等级的 第一集 一个人去逛超市 第二集 一个人去吃饭 第三集 一个人去咖啡厅 第四集 一个人去电影院 第五集 一个人去吃火锅 第六集 一个人去KTV 第七 一个人去看海 第八 一个人去外面游玩 第九集 一个人搬家 最后一集的孤独等级 是一个人住院做手术 你的孤独处于哪一个成绩呢 不管你是处于孤独的哪一个成绩 只有发现孤独好的一面 并在其中发现自我的精神力量 那将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来到新加坡当幼教老师之前 我还不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 上一个月头 已经将下一个月的空闲时间规划好 筛满与朋友出游的行程 是害怕一个人的感觉 也或许是害怕一个人的孤单 直到我来新加坡 继续从事幼教工作之前 经历了一场感情的分开 透过这个机会 我想学习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学习沉淀好好的与自己相处 都听别人说 阅读能提高身心灵 当时的我 面对静下心来阅读这一件事 真的会有些小抗拒 觉得不太有趣 可能会很无聊 我告诉我自己 改变的过程 本来就不会太舒适 于是就从阅读开始吧 第一天 在睡前 我翻开了书本 不出所料 很快的进入睡眠模式 第二天 我要求自己多看一些 第三天 第十天 在努力之下 增加了几行志 渐渐的 慢慢的 我从书中找到养分 越来越有力量 一边思考 一边吸收 一页两页 越来越多 现在的我 已经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 也好喜欢放着轻音乐 享受书中带给我的平静 透过阅读 可以和作者进行一场长久的对话 会察觉到作者的思考脉络 也会发现作者想要传递的力量和价值观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慢慢思考 慢慢发现 然后不断的去寻找那个真正的自己 最心里深处的声音 读处阅读 也成为我在新加坡工作后放松娱乐的项目之一 透过文字 可以看见他人的成功与失败 从中学习克服逆境 从中克服挫折 时而体会纯粹的感动 时而发现内心深处 害怕与匮乏 现在的我明白 当内心感到富足 了解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就不需要一直向外索取 而获得满足感 也不会把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 这天我戴上耳机 坐上公车 准备探索发现新加坡 真的好喜欢到绿意满满的地方走走 新加坡的绿意规划 还有干净整洁 真的做得很好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次我发现了Jerone Lake Gardens 沿路的湖景 还有步行的规划 真的真的好放松 我一个人走走 看着大家在野餐 看着花和树叶掉落 欣赏着环境的美 停下来拍拍照 吹吹风 觉得很幸福 很知足 现在拥有的一切 走到步道中间 有一间咖啡厅 咖啡厅是才自助点餐的方式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压迫感 咖啡厅的木设砖簧 也好喜欢 我点了一杯鲜奶茶 Daisy 在新加坡传统的十格高碧点里面 点水 点饮料的方式 名称很特别 这个是新加坡的文化特色 如果有机会来到新加坡观光旅游 可以点杯饮料 这边饮料撑水 试试看这个特别又有趣的文化 点好水之后 前方有个小萤幕 你可以看着上面的号码 领取你的餐点 咖啡厅自助点餐的方式 真的让人觉得很随意 很舒服 在等待餐点的同时 我看着家人们和孩子们的互动 还有窗外的景色 包包里没有准备太多东西 只有钱包和iPad 还有家长爱心送的客制化水壶 虽然有点掉漆 但是对我而言很珍贵 我拿起iPad 进行电子书阅读 练练志 将喜欢的部分写下来 和大家分享这一段话 很喜欢 很充满正能量 每当工作或是生活上 有些不如意 或是遇到小挫折时 我就会翻开书 看看文字 带来给我的力量 允许自己低潮 让自己休息充充电 准备好了 再继续往前走 遇上低潮时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沉淀 想想问题发生的原因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还是自己有些不足 或是这个问题的背后 可以带来些什么 我相信每一个问题的背后 都有值得让我学习的地方 也许遇到问题的当下 心情有些不好 但是保持正向的态度去解读 每天前进一小步 每天跨越一点点 当不断的学习 努力前进 跨越问题之后 再回头看看 会发现自己有学习到了什么 成长了什么 又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要害怕从头开始 因为这一次不是从头开始 而是从经验开始 分享给大家 附上一个小插曲 因为跟摄影师的工作性质不太相同 他的工作性质大部分时间需要久住在办公室 而身为幼教师的我 多数处于动态的状态 两个人对于到咖啡厅待着这件事 喜爱有些不相同 在良好的平衡公通之下 这天我们给彼此空间 不勉强 不迁就 在这一次的互动之下 对于感情上的沟通和关系 又更进一步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执或冲突 遇上小矛盾 都会好好沟通 分享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未来有机会 我也会在频道上分享 我们相处经营感情的小方法 之后打包喝不完的奶茶 结束今天 与自己相处的新加坡探险之旅 一份好的孤独 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一位从台湾来新加坡的幼教师 这个频道会分享 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可以按个喜欢 未来不想错过最新的影片 记得开启订阅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偷偷说个小秘密 原本不喜欢到咖啡厅的摄影师 在隔天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公园 还有进入了这个咖啡厅 一起看看书 到这附近走走散散步 也很谢谢摄影师 为我们的感情努力 陪伴我在咖啡厅看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